在這個記者會召開實在是我非常慚愧的一個時刻 那這個多年前 發生了一段不應該發生的這樣的感情 那造成了我的太太 非常的難過 那也受傷我相當的自責 那也向她非常誠摯的致歉 那在當時也獲得了她的原諒 所以她對於現在媒體報導的這些內容 其實她當時就知知甚嚮了 那當然沒有想到隔了那麼多年之後 昨天用這樣子比較巨蜜迷的方式 然後在媒體上呈現出來 造成了那麼大的風波 那也驚動了整個社會 我個人對於這樣的風波 我非常非常的抱歉 對我的支持者 對於大家其實都深感歉意 今天要送我的孩子出門前 我特別跟我太太跟三個孩子 大家圍在一起 那我再次的跟他們說聲很對不起 這幾個新聞又再次的讓他們受到驚嚇了 我也很謝謝他們 在出門前 就跟我說一次爸爸加油這樣 說實在的 這完全都是不應該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完全沒有邀請 我的太太跟我一起參加這個記者會 雖然她原諒我 但是這是我個人犯的錯誤 我自己承擔就可以了 我自己來面對大家 跟大家說聲請拍謝 希望獲得大家的原諒 那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所表達的 那也謝謝大家關心 謝謝 有點像 因為這裡的